山主郎 童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特區政府高度關注 昨天凌晨港鐵全班線在中環站附近 發生了列車的傷狀事故 照港鐵及港鐵公佈 當時是全班線在飛行車時間 進行一個新訊號系統的列車測試 由於有這件事故 全灣線中環站和金鐘站的服務 在昨天整天停頓 最新消息 今天還未能夠恢復服務 特區政府運輸署已經聯絡安排了 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務 希望能夠疏到人群 我留意到昨天有幾方面都表示了高度關注 當然港鐵公司是暫無旁貸的 所以已經公佈會成立一個專家小組 亦都會和這個系統的承辦商 和外聘的訊號系統的專家做一個詳細的調查 當然調查的報告是需要呈交給特區政府 好了 機電工程處處長也在傍晚的時候出來表示 機電工程處作為這些鐵路系統的監管者 亦都會進行一個獨立和深入的調查 至於運防局 已經是要求了董事局 港鐵董事局要盡快召開一個緊急的董事局會議 照我所知也會在今天下午進行了 我在這裡再重申 港鐵公司營運的鐵路 每天是服務接近五百萬的人次 是我們的公交系統裏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我們的公交策略 都是以鐵路為骨幹 所以無論港鐵公司近來在工程管理那方面出現了問題 或者在現在營運鐵路那時候出現了問題 特區政府都是要高度關注 但是一切都是以安全為首要的考慮 換句話說 當一些正在工程未能確保安全的時候 我們都難以可以開通這些鐵路 同樣地這些新的信號系統 如果在未測試穩妥之前 亦都不應該投入服務 第二樣我想說說 上次在北京見傳媒 就是開完3月1日的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領導小組 亦都是得到領導小組的同意 由我在會後公佈了 率先公佈了8項利民變民的措施 因為正如我強調 領導小組韓正副總理 是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裏面 能夠先落實一些很具體 幫助到粵港澳三地市民的措施 很高興在八項措施裏面的兩項有關於稅務的安排 即是分別是關於在中學境內沒有住所的人居住時間的判定標準 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如何適用於境外高端人才 以及一些緊缺人才 在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 在幾天前3月14日已經是由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發出了一些通知 公佈了一個細則 我們也留意到有一些答問的方式來回應 一般港澳居民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一些疑問 整個新的安排的生效期也追溯到今年的1月1日 我在公佈之後收到各方的回應 都是對於這些新的稅務措施表示歡迎 大家都認為有了這些新的稅務措施 將是有利於香港的市民進入大灣區 去工作或者是創業 至於其他六項的措施 特區政府都會緊密去跟進 這六項措施有些是需要由廣東省牽頭的 譬如制定一些細則讓港澳的人士 可以去申請受聘在廣東省裏面的一些事業單位 又例如鼓勵不港澳的青年進入去 入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那方面 有些也是我們可以主動做的 譬如在貨物通關便利跨境一鎖的計劃 我都和海關關長磋商了 希望他能夠將這個頗有成效的便利貨流措施 能夠延伸到目前未有安排的其他 和越港澳大灣區的城市 總的我們做越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指導原則 都希望成熟一件公佈一件 每次公佈之後就盡快可以落實執行 等到越港澳三地的居民都能夠受惠 看看大家有些甚麼問題 大家有些人要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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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首想問在現在港澳大灣區 有沒有可能能夠撤除商業罪行的元素 令到商界可以成立熱力 第二就是想問大漁大約會 即將通告有錯過公選的數字 那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游泳自民 或者一個議員的支持 以及社會有沒有一個立法會 即要立法會通過年修本的支持 我回答了明日大嶼 因為我知道發展局局長 相會在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 去解釋 如何推進明日大嶼遠景的填海計劃 當然大家記得 在維港以外的 用人工島方法的填海計劃 亦都是經過土地供應 主要小組很努力做的 廣泛的公眾參與之後 得出來一個 都是受到市民支持的 土地供應的方法 亦都跟特區政府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做了一個研究是吻合的 所以現在迫在眉睫的工作 就是將多個土地供應的選項 都是落實執行 這個明日大嶼遠景的填海計劃 需要執行 需要一個很詳細的可行性的研究 所以是需要盡快爭取 這接近五億多元的研究的經費 當然我希望越早通過就越好 因為我們可以展開相關的工作 因為填海計劃 事實上是有很多程序 也需要很多時間 所以越早能夠啟動是越好 我都在這裏呼籲立法會議員 能夠支持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但照我所了解 他今天下午局長將會分析的 就是主要回應 在公佈了這些填海計劃之後 有一些說法說 放錢下海 第一就是認為是很浪費 第二就是認為填海的費用 包括一些基建的費用 是我們不能夠負擔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下午 就會主要是希望可以釐清這個問題 告訴大家 沒錯 做填海的工程 做基建的連繫 是需要動用公帑 但是財政司長早前都說過 這些是我們可以負擔的 而且這個項目 是有相當巨大的回報 如果我們撇除了社會的回報 房屋的供應的回報 起碼只是看數字 都是有很好的回報 因為這些土地 除了是蓋供應房屋之外 在私營房屋和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裡面的寫字樓的用地 商業的用地 全部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所以局長應該在下午 可以詳細回應大家 在這方面的提問 至於我們早前提出 保安局局長提出 希望修訂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的商戶法律協助的條例 那個目的 我再清楚說一次 就是希望可以完善到目前的機制 來去維護公義 和確保公共的安全 因為今天我們透過 簽訂一些雙邊的協議 做移交逃犯和刑事方面的法律合作 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分別都是簽了二十個地方 和三十幾個地方 是未能夠啟動 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如果是有一些 犯了嚴重的罪行 但他逃離了來香港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將它交回 給那個司法管轄區 而去接受法律的裁決 主要是這件事 但公佈了之後 就聽到有很多的關注 保安局局長 真是馬不停提 我留意到他 天天都走很多場 去跟商界和其他界別解釋 在這條 民交逃犯條例 今天的設計 都是有很多保障 對於人權有保障 對於程序 是有很多保障 希望可以釋除疑慮 不過當然 任何政府的施政工作 尤其是涉及法律的修訂 最終是要交給立法會 經過了諮詢 和聽了那麼多意見 我們在制定那條條例草案 會不會作出一些改變 或者一些細化 這個我要等保安局局長 做完了他這一輪 去解釋 去聽意見之後 再來處理 不過這件事 有一定的時間性 因為發生了一個 涉及香港居民 懷疑在台灣 謀殺了另一位香港居民 逃回來香港 今天的法律和我們的安排 是不能夠處理這個個案 但是社會上 特別是家屬 和立法會議員 在過去一年都未停過 去要求特區政府 一定要看出他們那個 對於公義不能彰顯的關注 來做 我們現在計算的時間 就是如果在今年七月之前 未能夠找到一個法律 可行的方法處理這個個案 我們就會出現了家屬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很不願見的情況 所以就是有這個時間性的問題 時間性的問題 時間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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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said you had something that you had done in the world and so forth and it was a change yesterday. You were warned about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your life and education and many things that you were not able to do that in the future.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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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Well,first of all,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ss Translary Railway Corporation I think to be fair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has been providing reliable and efficient service to Hong Kong people for almost four decades and this is now a very huge railway network that will require a lot of attention 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 ensure its continued safety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Earlier on as a result of the platform problem in the Hong Kong station extension of the Satine Central Lane I have already appointed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inquiry and as you remember I received an interim report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inquiry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release this interim report Of course the interim report does flag up issues of concern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o we will have to deal with this in a very robust manner in order to restor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way that we build Hong Kong's railways Especially railways which are very sought after b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Now the incident that has happened yesterday We have not had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But apparently it was related to the testing Fortunately it was still the testing of the new signal system which has been which has yet to be put in place So if problems did arise in the testing Then we still have this opportunity and time to ratify before putting it in service I have to say and I want to reiterate That public safety is of primary concern So we will not rush to open the Satine Central link Or to put in place this new signal system Until we ar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kay As far as how MTRC under its new leadership I.e. the new chairman and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Will do to restore public confidence And address the problems flagged up by the COI As well as this investigation on the new signal system Well the government will perform its role in monitoring, regulating And but in a way also trying to work with them in concert So that we can together help to sustain the good performance of the MTRC That has been serving the community so well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And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The amendments are intended to sort of pursue judicial justice And in criminal cases And also to protect the public Because if there are serious criminal crime offenders Who have absconded and came to Hong Kong They are a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So we have reviewed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is a loophole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se amendments is to plug the loophole But you will ask me with over 21 years after reunification Why now is because one is I have said this many times We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many problems since reunification And it is my sort of governance style that we shoul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Sometimes the solution may be well received Sometimes it may create some anxiety and concerns And that is why it is our job to explain why we are doing this The second factor in the timing is because we have a case right in front of us Which has caused a lot of public anxiety And a lot of anger Especially amongst the parents of the deceased So we need to do this expeditiously In order to have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at particular case And the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at particular case And the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e legal framework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 We can't even ask you You do not ask any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I have noticed In this case in the two weeks Auth identities in the two weeks In this case in the two weeks In this case in the two weeks In this case there are many more co-注文 In this case in the two weeks The second-ôle sign w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I want to tell you I want to remind you In this case in this case In this case In this case In my立場 In this case In this case 我都和大家說我的立場 直到有另一個立場去替代了 仍然是本屆政府我本人的立場 所以對於《基本法》23條立法 我的立場就是我們憲制責任 是需要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進行這個立法的工作 但是正如我一向公開表示 政府是需要審時度勢,謹慎行事 我本人是要繼續努力創造有利的條件 來進行這個相當複雜 而且是很負爭議性的工作 但是經過了去年發生的事 我在2018的聲譽報告也特別強調 在未有本地立法之前 並不等於我們對於違反憲法 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視若無睹 也不等於我們可以用來處理若干 香港應該是嚴厲地禁止的行為 香港現行的法例是備而不用 所以去年保安局局長 採用了在社團條例下的權力 採取了行動禁止香港民族黨 就是一個這樣的明顯的例子 早前中央人民政府發出一個公銜 是支持特區政府採取這個行動 也得悉這個行動的程序 已經完成了在行政機關的程序 換句話說 當事人去行政長官媒和行政會議的上訴 亦都處理了 所謂發出這個公銜 希望我提交一個報告 是將整個過程 他們的法律的根據 那個程序 再清楚寫一次給中央人民政府 這個報告正在編寫 相信都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都可以做完 當時我說的 我的傾向這個報告是要公開的 因為既然那個要求是一個公銜的形式 行政長官作為特區之手 交了這個報告 我傾向都是公開 到我編制完這個報告之後 我會跟中央政府說 我希望能夠公開這個報告 唯一如果在公開的時候 不能夠做到全面的公開 就不是我的問題 而是那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我在上次都說 因為可能還有一些司法的程序 譬如要申請司法覆核 所以究竟在公開的報告裡面 會不會影響了這些司法程序呢 我就一直跟律政司在研究 一拼到我們交報告的時候 這個研究應該都會做完 到時一拼就公佈情況是怎樣 多謝大家 在馬長身中拼入 大和AN 谢谢大家